吉隆坡印度清真四路塌陷事故的搜救行动已经进入了第五天 所有的努力依然没有换来任何成果 通讯部长法米今天表示 从吉隆坡市区上游到下游的所有污水 最终都会汇集到班底达南污水处理厂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目标人物 也是班底股区股会员的法米 今天在班底达南污水处理厂重申 尽管国庆日临近 但搜救48岁印度女游客威至拉芝米的行动 还是会继续地展开 除非接获停止搜寻的命令 无可否认的是 在充满有害气体而且高15公尺高的划分池进行打捞工作 是校长人员在寻找印度女游客的时候 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根据马兴社报道 从8月25号开始 搜救队分批派遣了6名队员 进入到位于班底达南的划分池进行搜救 然而他们发现到池内集聚了大量有害气体 包括具有腐臭味的柳化氢和易燃的甲烷 这些气体不止对人体有害还存在着爆炸风险 为搜救工作蒙上一层阴影 也正因如此 每次下驶搜救 搜索人员都必须穿着一次性特殊防护装备 并且全程佩戴呼吸器以确保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